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为何偏偏今年台湾牌这张牌却不灵了 今年的台湾牌其核心是围绕着将台湾送进世界卫生组织而展开的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台湾也确实在2009年到2016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成为世卫组织观察员 但是当时国民党至少在表面上认可一个中国 而现在的民进党则不认可 作为一个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台湾是个什么鬼 联合国哪项决议承认台湾是个国家吗 美国力挺一个不遵守一个中国的台湾 其本质还是打着分裂中国领土的虎狼之心 这与上个世纪把第七舰队横在海峡中线并无太大区别 按照美国的一贯作风即使是做着最卑鄙的行为 也会先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让一切的道德制高点都牢牢掌握在华盛顿政府的首场之中 既然这条战线是无法避免的 中美两国的博弈自然要讲究一定的章法 1. 台当局与美国的内外勾结 过程可笑的离谱 台湾地区有着接近2400万人口 由于历史的缘故 台湾地区的健康福祉主要还是由台当局主持 尽管总是起到副作用 但是蔡英文确实挺喜欢在国际关系上寻找突破 由于台湾前几年还进世卫组织当了几年的观察员 这里会比其他国际组织看起来要突破一些 然而 装可怜这招好像并不怎么见效 因为世卫组织的条条款款就摆在那里 台当局只要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 每年到现场开七天会议 也是可以谈的 怎么办 软得不行那就只能来阴的 2020年4月8日 脾气好好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敞开天窗说亮话 直接在会上表示 这三个月以来 有关抹黑世卫组织以及他本人的言论 几乎都是来自台湾 台当局跳梁小丑的形象令世人所不齿 怎么办 阴的不行那就只能来阴的 美国作为力挺台湾进入世卫组织的幕后操纵国 总统特朗普干脆顶着反人类罪的罪名 直接宣布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资助 以达到踢开总干事谭德塞 重新安插一个更加听话的人 把台湾送进世卫组织 然而 这些眼花缭乱的操作并没有什么卵用 美国并非当年之美国 中国更非当年之中国 且看下文 二 中国绝地反击 联合全世界痛打美国的阴谋轨迹 为什么过去的美国大打台湾牌 能够奏效 那是因为大部分国家都选择沉默 2020年是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年份 除了极个别案例以外 几乎全世界都卷入了这个疫情当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世卫组织的重要性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中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抗疫经验 以及全球最强大的抗疫物资生产能力 这些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 不管过去你是欧盟标准还是美国标准 中国口罩 中国呼吸机 中国防护服 乃至中国医疗援助专家 哪一个不让人看着眼馋 当然 台当局总归是不信邪的 不就是搞口罩外交 全球每处都送一点 结果 邦交国 嫌少还不付钱 新加坡一脸嫌弃 德国收了口罩不办事 不过还是芬兰比较给力 直接误送不需要 如果有国家无视中国这些 转实力没关系的 来都来了 要不顺便瞧瞧咱们的硬实力 罗斯福 里根 卡尔文森 尼米兹 四艘航母全都趴窝 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威慑里 比过去底气小了多了 而解放军的鸟年号航母编队 大大方方地围绕着台湾岛 对台当局发出了亲切的问候 至于海军节当天下水的 零七五型两栖攻击二号舰 这个还需要再解释吗 三 什么狗屁台湾牌 这里是中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休想通过以一谋独的方式 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美国也休想通过全方位抹黑的方式 在否认中国全球抗议领导力的同时 又在政治上完成一波新的敲打 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 不仅没有把国家带向伟大 反而陪着台湾一起让世人所耻笑 但不管是台湾 南波湾还是美国南波湾 这些只是徒增效料而已 从来没有一个 台湾白原来也可以这么好玩 美国原来可以输得这么惨 中国原来可以赢得这么高调 最近 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所谓台湾旅行法 这项草案鼓吹美台之间实现所有层级官员的互访 虽然这个法案距离成为正式的法律还有两道官 需要参议院通过并经美国现任总统签署 而一些媒体也在分析说 这个法案成为法律的可能性不大 理由是近40年来的美国历届政府 在两岸问题上的认识总体还是理性和务实的 但我认为这个法案的成为美国法律的概率很高 早在美国参众两院在2018年国防法案中 要求美国政府研究美台军舰互停的可能性 我们就认为 打台湾牌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层的一个集体意志 更早时候 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触碰中国红线的言论 也不是他人的一时冲动 这次美国众议院在松绑美台所有级别的高官互访 不过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要打台湾牌的决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没有让步的空间 这一点美国心知肚明 中美建交以来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大致还是守规矩的 所以中美关系虽然出现过多次起伏 银河号事件 酒吧台湾危机 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事件 中美南海撞击事件 都一度让中美关系经受住考验 但总算是没有彻底撕破脸 中美关系在对抗和合作中磕磕绊绊到今天 在美国打台湾牌问题上 中国不能一厢情愿地低估其可能性 要让美国打台湾牌的决心不变成行动的唯一条件 是中国以明白无误的态度 让美国知道 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意志不可摇动 让美国明白 打台湾牌的代价远远大于美国可能的收益 同时 要让美国清楚 以台湾牌来逼迫中国 在国家利益上让步的想法是徒劳的 中国前段时间 已经通过驻美公使之口声明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 以非正式的方式对于美台军舰互访 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设定了红线 这句话无异于告诉美国 如果美国军舰敢停套台湾港口 就意味着中国不惜一切与美国一战 但美国决策层并没有收益 在美台官员互访方面又要触犯红线 向着动摇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基石又迈出了第二步 说明美国对于中国的决心还是有疑问 美国要通过这些法案的推动 来进一步测试中国的底线 同时也说明 美国对于中美的关系的定位 是真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017年12月1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就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美国的对手国家 把中国定位成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 理解了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定位 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连续做出的触犯红线之举 就不会感觉那么奇怪了 美国这么做 根本原因是中国实力增长 让美国感到了实在的威胁 而中国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逆转中美实力对比的程度 所以美国认为已经到了遏制中国的最后窗口时机 美国如果正式打出台湾牌 中国只能选择强硬应对 中美全面对抗的时代就要来了 中国需要把中国的这一态度 尽快以明摆无误的方式告诉美国 让美国对于打台湾牌的成本和代价 有一个准确的评估 同时 中国要加快进度 抢在美国的台湾牌正式打出之前 就做好军事统一台湾的准备 美国打台湾牌 对中国未必就是坏事 美国打台湾牌 是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重要措施 对中国来说实力空 但是美国要把中俄同时作为主线战略对手 那对于中国就未必实力空 而很可能实力好了 虽然美国暂时是最强的一方 但美国也没有同时对付中国的能力 美国同时把中俄作为战略竞争对手 以美国现有的实力 这种战略就会变成对自己的消耗战 美国人好像忘记了冷战时期 苏联一段时间内的同时 跟中美成为对手陷入战略被动的教训 美国再次打出台湾牌 也是提醒中国 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绝 是到了该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了 一些国人想等到实力逆转美国之后 再解决台湾问题 虽然可能是代价更小的方式 但美国因素的存在 会让这种想法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 更重要的是 只要中国提前做好军事收复台湾的准备 那么美国这么做 就可能变成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 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美国怎么出牌 而在于中国怎么应对 何况美国要打台湾牌 也说明美国手中的牌也不多了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崛起过程中 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 不能期待等到中国崛起之后 可以水到渠成地解决这一问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